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大真的就尘埃落定了吗 当然没有 极权国家权力争夺是常态 只是我们没有必要太介意二十大这个时间点 二十大前或者后都不会缺少权力的争夺 因为权斗是极权国家的生命 没有斗争就如同没有血液 他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刚看到视频人士梁金的文章 习近平不换奸老拜登偷整乐 觉得有点意思 我们不妨先听一下 梁金说习近平不断向国际社会释放信息 他将在中共二十大连任 美国拜登总统是对这个消息感到高兴的很多国家领导人之一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都支持习近平 独裁野心和理念 而是因为他们都明白这样一个逻辑 如果中国的乱局不可避免 那么这个乱局晚一点发生比早一点发生要好 对拜登而言 这个逻辑最明白不过了 因为他支持乌克兰反侵略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 如果能先解决普京的问题 当然对美国全力应对中国的挑战更有利 事实上佩洛西执意访台 这场风波让我们看到 拜登与习近平早就有一个重要的默契或者是约定 那就是拜登不给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添麻烦 习近平也不在俄乌战争和台海军事对峙问题上给拜登添麻烦 习近平之所以对佩洛西访台大怒 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拜登没有兑现承诺 但是佩洛西执意访台的事实帮了拜登大忙 而不是帮了习近平连任的忙 这个判断有这样几个道理 第一佩洛西决定访台 逼着习近平非与拜登对话不可 可两人直接对话 对拜登对美国有着巨大的情报价值 因为中共高层的政治透明度实在太低 拜登每次与习近平对话都能获得许多其他渠道无法获得的信息和判断 第二佩洛西给拜登和美国军方测试中国军方的真实态度和实力 一次极为宝贵的机会 这有助于他们进一步确认这样一个重要的判断 习近平不可能在近期动武 中国军方更可能是习近平的大麻烦 因此美国有一个时间窗口 先解决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防卫问题 第三正好在这两个过程中 中国内部进一步暴露出习近平的两个致命的弱点 一个就是中国经济正在以自由落体的速度崩盘 另一个就是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和整个中国社会面临越来越大的不满 第四中共高层围绕二十大的权斗 特别是北戴河会议前后恰在此时进行 释放出平时不可能获得的更多信息 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就是 中共高层虽然反习人数众多 但无意借二十大拿下习近平 这里面当然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究竟是无意还是无力拿下习近平 相信这两个因素都有 无意借二十大拿下习近平 最重要的原因和拜登一样 就是不确定因素太大 因此即使拿下了习 也很可能控制不住局面 从而带来巨大的风险 除了经济急剧恶化这个重大因素外 中共高层反习势力 不可能看不到拜登与习之间的交易 维持这个交易可以减少一个风险 那就是习近平孤注已至 与普京勾结 背水已战 习近平连任不换奸 对世界大局 美国大局和中国大局的未来发展 究竟是力大还是必大呢 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 但梁金相信 对所有当权者来讲 不论此时他们的习近平个人态度如何 多数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都和拜登一样 乐见习近平连任能稳住中国的局势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 这场暴风雨将不可避免 我个人的感官 习近平在这种形式下连任 是他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他虽然达到了连任的目的 恐怕也难以高兴起来 对那些希望世界好 也希望中国好的人来说 习近平不换奸 给大家一个揣袭的机会 毕竟今年的世界变换太大 也太快 谁都没有准备 应该说梁金先生的分析 有他的合理性 自圆其说 只是我不太赞成 所以我想提点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赞同梁金的一个看法 佩洛西访台 使习近平很受伤 他觉得拜登欺骗了他 因为拜登曾对媒体公开说 佩洛西访台 军方认为不是一个好主意 给人的感觉是他不赞成此时 佩洛西访台 但这个消息通过内参传递到习近平的耳朵里 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他可以亲自阻止佩洛西访台 提高自己的声望 因为他不太理解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 认为只要拜登不同意 佩洛西就去不了 拜登是美国的老大 佩洛西只是老三 以中国为例 习近平是老大 李克强是老二 栗战书是老三 老大发话 栗战书肯定战战兢兢 还敢不听 反了你 于是赶忙同意与拜登通话 从披露出来通话信息来说 习近平的重点在于强调台湾问题 拜登应该还是强调 佩洛西访台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也会介绍美国三权分立制度 习近平不懂分权制衡 心里想管你什么分离不分离 老大说了算是规矩 但佩洛西落地台湾后 习近平自然 路从心头起 恶向大边生 大骂拜登说话不算数 玩他 你不能别怪我无意 于是军演实弹射击制裁 都端上桌来 有观众朋友问我 习近平尽管文化程度不高 也不至于不懂三权分立吧 我觉得他真不懂 讲个小故事吧 我在银行工作了23年 也在两个自行当过行长 我发现 分行的行长居然不会用电脑 和使用信用卡 按理说银行行长 应该是金融的专家 怎么这也不会呢 但这就是事实 因为他们是官员 主要的职能是行政管理 至于业务 一般由风管行长处理 当然很多风管行长 也是马大哈 对业务一窍不通 所以中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级别越高的官员 越不懂业务 如最高法院的院长 王胜俊 旧不懂法律 也没学过法律 他只会服从 梁京认为拜登 希望习近平连任的观点 我也不反对 因为拜登与习近平 有过多次的接触 对习比较了解 认为对付这么一根筋 二杆子 比较简单 中国要是换上温家宝市的领导人 外交上韬光养晦 内政亲民 看见老百姓受苦 就哭鼻子 哭起来还杀不住车 就会让拜登产生同情心 下不了手 但我不赞同梁京 关于美国不希望 勒劳中国 拜登想先集中精力 对付俄罗斯 然后再对付中国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观点 在俄乌战争开始前 还是有道理的 但是现在形势 大不相同 我认为拜登 压根就不反对 佩洛西访问台湾 甚至暗中支持 要他赶快去 何以见得 各位且听我到来 俄乌战争的转折点 已经到来 俄罗斯的败局 其实早已注定 这盘棋 真的不用再继续下了 北约和乌克兰 只是在控制 俄罗斯溃败的进度 希望尽可能 消耗他的经济 并引发内乱 乌克兰重建一战进行之中 普京失败后 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俄罗斯历经苦难后 会痛定失痛 重新融入西方 美国和欧洲知道 中国远比俄罗斯危险 因为他的经济体量 与俄罗斯不可同日而语 俄罗斯溃败之际 美国和欧盟 也准备对付下一个 更凶猛的敌人 那就是中国 他们的策略 用新常态对付 中国对台的新常态 你围堵 我天天来 你军演 我就派航母和飞机 穿越台湾海峡 美国和欧盟 会不断地派代表团来台湾 也会逐步与台湾 互设代表处 从而事实上 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 让台湾走向国际社会 使中国武力攻台更困难 如果中国军方失控 与美国和欧盟插枪走火 北约就将目标 对准中国 与其让台海危机 在五年后爆发 不如提前引爆 所以佩洛西访台 不是老太太太内心 而是美国和欧盟的一步棋 以后会隔三差五 就有代表团来拜访台湾 一张巨大的罗网 其实已经为北京张开 只是习大人看不明白 中上所述 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不换奸 老拜登心里头着乐 习近平恨拜登欺骗了他 但三权分立是政治常识 连高中生都知道 还真怪不了拜登 佩洛西访问台湾 是拜登支持的 至于说美国军方的看法 这就是外交策略 看懂拜登的棋局 需要联系到俄乌战争的走向 之前拜登的确担心中俄联手 现在俄罗斯败局已定 北约已经开始将战略重心 移向中国 因为这是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 也是美国和欧洲养大的老虎 但得不配位和瞎折腾的习近平 连任不换奸 拜登真可能在偷着乐了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